韩国瑜要选举吗 我觉得韩社长他到底有没有未来要选举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敢随意的去猜测 但你们是开心看他又付出吗 我觉得就是说他曾经担任过高雄市长 然后代表国民党去选了总统 那在休息一阵子以后 他会付出这个东西的判断 是我觉得我们大家本来就是心里有数的 就是说他对于公共事务 对于政治 还是他这一辈子的一个志业 跟工作的一个目标 我相信确实是的 但他在这条路上他要选择去选什么 或者他要不要去选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而且我觉得除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之外 可能其他的人去猜测 不见得会非常的准 可能还是他们家人比较知道 像我们这种外围的不去预测太多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代表说他要再从休息 再回来到政治的领域里面 那回来政治有很多种嘛 第一种是选党主席嘛 第二种是参选2022嘛 第三种是参选2024嘛 第四种是说都没有参选就是协助大家的这个角色嘛 那这四种一定是其中一种会中 废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帮助嘛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是在做善事 那他也可能来支持你 然后就变成你是跟他一起做善事 类似这样的说法 像谢龙介有讲说在台南的时候 文三伯 然后他自己在电视上说文三伯 然后他呢 他们就有一起做公益 这种东西就是透过公益 那其实会让一些地方的民意代表 可能在政治的路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所以这是第四种 就是说他虽然是付出了 但他没有打算争取任何的职务 对大概就是这四种可能 那他想要帮谁 我不知道他想要帮谁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先从 因为他如果不是帮自己 就依照你的说法应该是有帮某人吧 小贝斯讲的对 他跟你把逻辑找了一个东西 政治人物去做公益也好是 但是那是会帮自己的政治生涯加分 化妆或者呈现是个有爱心的政治人物 跟我专心做爱心 我没有其他政治位置的想像 那个像罗绍和啦 或者像其他人 所以这两个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跟政治的紧密程度还是比较高啦 但是也不见得就是说 你对你个人政治未来要想象 他就一定要参与某一种程度的选举 因为其实他曾经参与过这个 总统大选之后 他的这个在党内的位置跟辈分 其实就是已经很高了嘛 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韩粉支持他 所以他其实以他的这个状况 他当然你有位置更好发挥 但没有位置的时候 对韩国瑜来讲 他一样会发挥他的政治影响力 所以我当然不会说做爱心 做公益这个东西 是他对于政治影响力 这几个字是无欲无求 我不会这样想 我反而会认为说 对政治就是他想要做的工作 但是在这条路上 他要怎么样去做最后的选择 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 可能还要再静观其变 甚至你想说要不要选党主席 这东西也不韩国瑜说了算啊 这其实讲起承说了算 那我刚刚讲他们你议策 我想你希望韩国瑜选什么 我希望哦 不管是对你有利 或者是对整个国民党有利也好 或者是对台北市选情有利也好 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很好 就是他在做公益跟做爱心的过程当中 就是什么都不要选 修复他自己的就是可能之前一些 比较负面 然后大家对他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那等到这些都慢慢化解完以后 不管他要做什么 我相信都是很好的 所以就是暂时2022不要动 然后党主席也暂时不要动 就继续做公益 但是党主席他会不会去选 我要讲一下 就是他是操支在江启臣的手上啦 因为就是说现在赵少康他打算要选嘛 但是有那个一年条款的问题 那韩国瑜又是找赵少康出来选的人 这个韩国瑜他自己也说是这样嘛 所以就是我认为说 韩国瑜会不会参选 其实是看江启臣有没有让赵少康选 如果江启臣最后那个一年条款解除了 赵少康出来选了 那韩国瑜他不会出来选 应该就是不会了 但假如说那个一年条款还在 所以赵少康不能选 那韩国瑜会不会出来选呢 我觉得几率有超过50% 我自己是这样看 因为刚刚赵少康自己受访的时候已经讲说 他一直把它压到2024年去 我觉得他已经把那个党主席的那个位置 感觉已经要往后跳了 因为我们的韩国瑜都是说没有要改啦 就是包括一些中常委他们的说法就是他们不会去修改那一年的规定 所以当然这些知道内勤的人就会以说一年这条款拿不掉 为原则再继续准备自己的下一步 所以韩市长他参选党主席的几率我仍然认为是在不断提升 对但是也不是说他一定会选 只是说几率是很明显的增加的 好啊一半一半大概跟玩呱呱乐的几率差不多好不好 但是同一个时间点也真的蛮巧的 这个是ET Today啦网络媒体做的民调 他们的方式是用手机简讯还蛮酷的 然后呢做的是桃园地区18岁以上 因为为什么要做18岁以上 因为两年后他们才能投票 1000多份的样本数还够但是 是用手机简讯先讲 他可能会影响一些结果 不过 现在这个是绿营 最可能的人叫林志坚目前看来 民进党他最强如果去选桃园的话 林志坚对上韩国瑜 反而赢 他赢最多大概赢15%左右 韩国瑜来选反而输林志坚最多应该这样讲 然后呢鲁明哲现在立委来选 差林志坚7% 也输 江启臣也被列在这个民调里面 28.9% 输了林志坚10%左右 然后呢邱义社目前国民党的议员也有表态 也输了大概10%左右 议员竟然跟江启臣同等级 然后呢这个民调里面也做了 郑韵鹏 他刚刚也在脸书上面回应了这个民调 好先看一下数字 一样 欸演员韩国瑜蛮多的 韩国瑜对上谁都输 所以他不知道到底要干嘛 然后对鲁明哲 呃 郑韵鹏反而输了0.4% 一咪咪啦 然后呢郑韵鹏对江启臣 江启臣也输 对上邱义盛 郑韵鹏 演员 这个民调应该怎么看呢 请教正好 因为 呃 韵鹏刚刚在脸书上面 意思是说 第一个现在做民调太早了 第二个是 他觉得有志之士 想要来帮桃园的他都很欢迎 第三点我觉得蛮重要的 他怎么看呢 他说 如果以这些民调看起来 表示桃园在郑文燦的执政之下 已经没有什么 蓝大于绿这个问题 半途已经被 打坏了 只是 如果 我 假设看韩国瑜好 今天总理还是他嘛 他对上谁 都输最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吗 先讲韩国瑜 你看韩国瑜民调一直没有拉起来嘛 所以韩国瑜也知道说 他自己应该进化应该改变 不能再拿2018或2020的韩国瑜 来处理2022年的事情 2022年韩国瑜可以赢的 可能就只有国民党内的党主席选举 那你如果要拿过去韩国瑜去挑战 不管是2022年的县市首长 或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话 那你必须要进步 必须要进化 好了 那韩国瑜有没有进步 跟有没有进化呢 有 他愿意花钱了 他过去被讲一毛不拔嘛 不愿意投资源 他确实花钱 他影片非常精美 高级的摄影机 5K 8G 5G 8K的 那个规格 都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韩国瑜这一部分可以花钱 当然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你看韩国瑜动作很清楚 包含 他帮马19平反 或者是说跟赵赵康 做某种程度的结盟 他在干嘛 他跟所谓知识栏或北部栏 不管叫什么栏 因为我不太喜欢用这些名词 可是对于一些 他在跟一些某些知识栏 北部栏或什么精英栏 不管 那些人在做和解的动作 那这些东西呢 你做出和解动作的时候 确实当你帮马19做平反 或者是你跟赵赵康站在一起 去挺赵赵康选国民党当主席 确实有帮助 可是问题是他漏算了一点 就说这些人并不是真的 那么讨厌韩国瑜 也不是说看到他长相就讨厌 哪些人 就是那些所谓知识栏 北部栏或是马迷 赵粉 不管你 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韩内兰 他们当时都韩内投给韩国瑜 就韩内兰 韩内兰比较好 就这些韩内兰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么不能接受韩国瑜 很简单 并不来自于韩国瑜落跑 坦白说我都觉得落跑是后话 而是来自于是 那些人包含我在内 我真心认为韩国瑜的水准以及他的幕僚的厚度没有到达一个 县市首长会或者是总统国家领导人的等级 就那么简单 那这个东西 你可以透过你在高雄慢慢的执政 柯文哲自己都说他做台北市市场是做两年后才大概知道台北市市场怎么做 就他说他很认真每天朝六晚九 然后每天这样一直一直一直 才大概搞了两年才搞懂 然后幕僚才慢慢上手 知道怎么做一个台北市的市长 直辖市的市长 接着呢才去思考总统的东西 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 就是说 你不可能忽然当了选上 直辖市市长后 忽然就神功赴敌 你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那落差太大了 所以说对于那些包含我在内那些所谓韩内兰 对于韩国瑜最大的问题是你到底准备好了没 包含你在内这是观点词 对啊就是你 你到底准备好了没 就一个大问号吗 你准备好了没 你的幕僚准备好了没 可是偏偏起手的事就拆了 对不对 莫拉克台风明明2009年开始 然后 然后说是20年前的事情 然后不忘初衷的出还写错字 说明他是故意的 这样才有人要讨论他 但只要出一个包就好 不需要出两个包 你从故意到现在 一路走来始终如意 我跟你讲啦 礼拜六的时候我上节目 人家说这个 20年可能是故意我还相信 因为总有些暴点 可是你不忘初衷出也写错字啊 可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啊 我觉得看到那个好像是字体里面 就是那种电脑里面的手写字 他那是手写字体 是人写的啊 对手写字体 然后呢他现在也改回来了 改回有两点的出 所以换句话说他知道自己做错 那就表示说幕僚在上这东西的时候 美宣很容易犯错 因为美宣是负责美宣的 所以中间要有一层幕僚 把这东西印成大张 或是用iPad好好的看一遍 每一个字看有没有写错字 坦白说这些都是功夫 你能够想像蔡英文发一篇新闻稿 或英文的新闻稿 一堆文法错误吗 或是要该加S加S 要复数没复数吗 要过去是没过去是 要现在是没现在 就是你坦白说 你可以说这是漱口碑 你好像在讲阳智良 对 还有叶玉兰 你可以说这是漱口碑 可是我讲白了 哪一个大海不是由 无数个漱口碑组成而成的 它就是 激少成多 聚杀成大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其实韩国瑜 本质上我认为其实没有改变啦 所以说你说他这些动作会不会 激起一些联谊大案会 不然我们现在干嘛讨论他 可是他到底有没有达成他最一开始初衷 跟那些韩类兰 跟韩类兰保证你未来不用再韩类投票给我了 你可以大大方方投票给我 让我证明我是个合格的职业师市长 或是我是个合格的 国家领导人 坦白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吗 那至于零之间这东西很清楚嘛 因为我感觉最近民进党内部 有一挂人是在捧零之间的 然后最为啥是比较倒霉 那个郑运棚是比较倒霉一点 然后被问郑运棚 郑运棚只能很无奈说 有外人要来帮桃园 其实也都不错啦 那其实暗示是你是外人嘛 桃竹苗桃竹苗不要跟我讲桃竹苗 花在一起就是一样的 桃园是桃园新竹是新竹 所以这东西就是民进党我们讲的 就是在接班的过程中还记得吗 上海埋师我们在那边谈 就是说所有现实党在接班的过程中 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党内初选 党内初选会造成裂痕 那这东西需要民进党内部的智慧来去化解这件事情 那如果呢化解得好的话 这接班就顺利 那如果化解得不好的话 那就会让敌人有机可乘的 所以这是民进党的课题 等一下我 巧辛刚刚的评估是 如果 赵少康那个条款没有改 50% 韩国瑜可能选党主席 你正好也这样觉得吗 有到50%这么高吗 没有讲白了嘛 因为其实现在是 两把刀 就是两条路给 给江启臣选嘛 或是说那些中常委选 就是 你要嘛就接受 赵少康来选 你要嘛就接受韩国瑜来选嘛 赵少康自己都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不选的话 韩国瑜总会出来选 他在第2天受罚的时候就这样讲 所以说其实这件事已经 刚刚后来又说绝对不会 我觉得不会 不会吧 他所谓不会说韩国瑜不会出来选的原因 所以他认为 最后党真的会提醒 他那个语境前面是说 你出来选的话韩国瑜还会出来吗 然后他说应该不会吧 不然他刚好劝我出来 但是他今天有另外回答说 如果他不能选的话 那韩国瑜会不会出来 他说他不知道 所以说其实他已经两条路给江启成选 我正告江启成拜托选赵少康好不好 你选韩国瑜 灭顶之灾 不要拜托江启成你选韩国瑜好不好 我听得到 赵少康就是告诉他 你让我一年可以选 那你就不会遇到韩国瑜 没有错嘛 就是对江启成两条路都不是好路嘛 你选条不要那么崎岖的好不好 你选韩国瑜 真的连侯友宜跟鲁秀燕都会头痛啦 我讲白话我是这样子